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附近 有适合坏坏的地方吗 坏坏 沉浮于我 我们在写格雷修这个角色的时候 心中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 那么就是有一天 一位同事带着自己的孩子 到了烛火车的办公室 然后这时候大家都围过来说 哇 你家孩子好可爱 你家孩子好漂亮 然后就连那个梅比乌斯 都会献上自己的糖果 想要讨这个小孩开心 那么这个孩子当然就是格雷修 他就是这样一位 能够治愈周围人的内心 让大家感觉到那种孩子 纯真的角色 所以烛火车的大家 几乎都是看着格雷修长大的 像他口中的凯文叔叔 梅比乌斯阿姨 以及阿波尼亚妈妈 他们在看着格雷修成长的时候 一定也是感触良多 我想到画家在我脑海里 第一印象的就是戴着小原貌 那种画画的女生的形象 因为这个角色 我们想表现他那种宛如一张白纸的感觉 所以我们没有加特别多的装饰 而是以白裙子和蓝白的点缀为主 他通过自己画画的能力来战斗 当然一般的这种笔带 其实是承受不了这种力量的 所以我们在想 其实这个笔带是一个特殊材质去制作的 用来封存它的力量 所以用崩坏兽的这种材质去点缀了一下 在性格上 因为他很小就没有父母 然后他又是非常热爱画画 其实他并不是特别会照顾自己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设计了 从肩膀滑落的裙子的肩带 还有手上有残留画画的颜料 然后裙摆常常拖在地上 这种细节去填补他的这种性格 格雷秀的画画天赋 从很早就展露了出来 他的画能够具人心疗味伤痛 这或许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一颗纯身的内心 又或者是因为他眼光的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毕竟对于格雷秀来说 他自身就像是一张白纸 而他外面的世界就像是五颜六色的一些颜料 这也是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去模仿英杰说话的原因 因为在他看来 这代表着他想去了解这个颜色 想去了解外部的世界 想去用自己的方式去体会自己看到的这些颜色 格雷秀他本身是一个天真善良又安静的小女孩 所以在动作上他肯定没有以往角色那样大开大合 枯鲜帅气 而是更加注重他孩子气 纯真的一面 建于格雷秀他小画家的这个身份 我们也在动作当中融入了一些绘画的元素 他会使用自己的画笔进行战斗 为整个战斗过程添上一丝色彩 一开始想到的肯定是格雷秀用画笔还有颜色去做画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还希望格雷秀会在那个战斗里面体现出他会加上其他的颜色 所以就当时确定了普通攻击是获得不同的颜色 然后蓄力攻击消耗所有的颜色做画 然后进行战斗这样的一个设计 一般小孩子的动作都会比较可爱灵动 但是格雷秀呢他又是一个比较安静内向的性格 并且他自己也不擅长战斗 所以在动作上他会比一般的小孩子要更加的收敛和娇弱 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安静又不安适适的小女孩的性格 和实际游戏战斗表现当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 就成了一个难题 所以呢为了弥补这一点 这位高大威猛的骑士就会一边护着他 一边击退敌人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 也会使他们各自的特点更加的亲密 为了这个快速的战斗 他会优先把一个最具威胁的这个部分先画出来 所以呢优先会画出上半身和武器 然后颜料的残留也是想给大家知道 其实是透过他的力量变化 而不是专门的他可能一个道具什么变化 是想点这一块的 格雷修的大招在构想的阶段是想再现一下格雷修的整个做画的一个过程 他会在一开始选定画布 然后使用自己身上的颜色来做画 然后最后画面完成完成了一个画稿 那么画作中出现的鸟其实是暗喻格雷修的自我 格雷修一直在画室里面做画 经常沉测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同时英杰们又把它保护得很好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他就看起来很像一只龙中鸟 但他其实自己也要渴望飞出鸟龙外 了解更多未知的事物 所以大招最后的做画具像画会变成一群飞走的鸟 也从侧面来体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 画里的世界很美 希望你能喜欢 在格雷修看来 现实永远丰富多彩 充满着未知的颜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尽管经历过崩坏的灾害 也经历过知青的离别 他仍旧是这样一位静命如夜空 可爱如繁星一般的小女孩 依旧在用自己手中的画笔 描绘着他所看到的多姿多彩的世界 看,我们的颜色留在这里了呢